一張張揭宣感謝卡搭配溫暖台語歌詞 中二選區立委補選民進黨參選人林靜怡 發表競選主題曲 同一天競選總部也成立 就選在前立委陳柏惟的烏日服務處 主委林佳樓後院會總會長蔡奇昌 等人也都到場支持 黑金政治的一些殘留 所以我想這一次是台灣選舉 可以說分期付款式的最後一筆為款 過去的黑暗給打開 讓光照進我們的土地上 我們才能開出這個地方美麗跟自由的花 黑金黑暗都在暗酸鹽家 更只控鹽寬恆辦活動 請吃豪華餐點有惠選正義 有沒有參加這些提供餐飲 提供炒米粉的這種公投宣獎 那到底有沒有構成惠選 那公投宣獎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幫我的對手拉抬造勢 那他要把人家的會員大會 污止為為我服選 這樣子會不會對保生大帝不太禮貌啊 哪些活動吃了什麼才算會選兩人各執一詞 現在還燒到立法院國民黨 司法法治委員會招委葉月蘭 邀請法務部長調查局長就選舉 來進行專題報告 被民進黨總召柯建民批評是公然 為鹽寬恆向立法院施壓 根本就是違憲 這個是在檢調正在進行地方的 選務的偵辦的過程中 去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這樣子是不太合適的 執政黨最大的總召 鹽寬恆就不過就一屆平民 柯建民指控鹽寬恆涉嫌關說施壓 不要說我啦 就一般人聽了都覺得想笑 大批人馬 鴨人取貢 兩天三處造成的寒蟬效應 讓人家心生畏懼 企圖要幫忙在野黨選舉的這些志工們 手軟腳軟 鹽寬恆反控柯建民曾經關說 司法根本沒有立場提出質疑 立委補選各領域戰火延燒 現在更從地方燒到中央 環語新聞 黃石層 白雲飛 台中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